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尤其是在我12年里面结婚都没有生孩子 我甚至去过回教徒 回教那边或者印度教那边都去求 都是得不到 后来有一天我很失落的时候 我就想去到教会里面 就去没有人为我传福音 但是我去到找那个Yellow Page 就是电话的部里面找 哪里有一间教会是靠近我的家 或者我工作的地方 大巴窑那边 我就每天在拨电话 有一天我就拨到一间教会 他一直在Jurong靠近我的家 他说每个星期二他就有一个 父女团契叫我去 当我想去的时候 妹妹的朋友就打电话跟我讲 他知道了他就把我带去另外一个教会里面 那个教会就是每个星期三是有一个祷告会 后来我就跟了他去 那一天刚好是1988年的8月31号 是他们的邻里生命感恩会 当天晚上我就马上接受了走 那时 让我先读解一下 什么她所说的 之前我变成了一个基督 我去到宫 然后接着教会很专门 我也喜欢得到我的幸运 一直在试试找到 如何我能够增加我的生活 这是特别是特别的 后来我未能够 conceive 后来12年的婚离 然后花了60,000元 我还能够到中文静 中文静 中文静 然后来到一天 我感觉到特别的 然后我去找到我的社会去 所以后来回到我的社会 我找到一个家庭 我找到一个家庭 我找到一个女生联盛 在联盛中文静 我后来被邀请到 一个圣诞的节目 在《Church of Our Savi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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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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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陈的夜会 我结婚后十二年 都没有小孩子 看过好多的医生 也做过 也卖过很多的偶像 球也是得不到 也做过示款婴儿 花了好几千的钱 也不成 那在就是在89年的那个晚 有一天晚上是星期三 我参加了这个导干会 那当天晚上就有一位非洲的牧师来 我也坐在第二排 那个牧师第二个就叫我出去 他说今天晚上三地要医治我的肚子 医治什么他不知道 那后来我就倒下去了 大约半个小时我才醒过来 之后八九年的年尾我就 sorry 九年年的年尾我就怀孕了 怀孕了 About a year later About a year later in November 1989 I was given a prophetic message from God by a visiting pastor from Africa He said God was going to heal my stomach Though of what he didn't know By end of 1990 I was pregnant And within a short span of two years I received two precious gifts from God 在短短的两年里面 我得了两个圆和花的产业 之后我就没有做工 在家里看过这两个儿子 在十一年里面 因为先生只有先生一个人在工作 所以我们的生活也很紧 那上帝很听我的祷告 他就给我在家里做一些电子的工作 也后来我也在家里 五年里面我照顾了十个小孩 就是学前学后的小孩子 每天我都是这样 带着六个小孩 换学上学的这些工作 后来孩子大了十一年后 我出来工作 我就所找的工作都是礼拜天都要做 但是我上上帝求 说赐给我智慧 怎样的去向那个善师讨 说礼拜天我要休息 那当我interview的时候 那个善师就跟我讲说 可以给我休息是暂时的 但是在我们世人上面 人所给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我们的主是给我们的 都是永远的 所以我的暂时都到现在 还是礼拜天都可以休息 感谢主一切荣耀都贵于你 所以我的善师到现在还是礼拜天都可以休息 所以神 has also blessed me greatly in my work 所以后来我给了两个儿子 I was blessed with the work at home so I took care of five kids and after eleven years I was able to come out to the workforce to work and he continues to bless me with work that doesn't require me to work on Sundays so whatever God can give surpasses what human can give so all glory unto him so all glory to God